赖总统上任后 视民进党政府为眼中定的中国 对台湾的打压只怕有增无减 尤其在外交方面 赖总统才刚当选 中国就利用懦弩对台湾断交 企图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 面对中方如此打压 赖总统多次的强调 外交两岸政策将延续蔡英文路线 捍卫主权维持现状 过去八年台湾强化价值观外交 深化和美国日本澳洲等国的关系 那么接下来也要在这个基础上 加强与民主同盟的连结 确保台湾安全 2023年4月5号 总统蔡英文出访落进美国时 和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凯文麦卡锡 在洛杉矶的雷根图书馆市集会晤 只是我国总统首度在美国本土 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 象征台美关系一大突破 蔡英文有提出的是踏实外交 这个踏实外交就是我们不是在做一些 宣传式的这个东西 而是比较务实的提升我们自己的关系 台美之间有很多的这个高层观众的步伐 我觉得这个在蔡英文时期 其实是达到一个高峰 我们过去这40多年来 对美国国会的这个深耕跟努力 其实是发挥一些效用 国会通过了很多友台的法案 蔡英文任内台美关系一步步升温 从美国国会2018年通过台湾旅行法 允许美台高层互访 包含敏感的国安官员 2020年又通过台北法案 帮助台湾巩固邦交 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恭喜总统受需 2022年时任美国中议院议长的 裴洛西率团来台 不为中国施压展现挺台立场 2023年美国更通过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 本来是时间我们知道 台湾是一类一类 和其他最重要的领域 应该是指定 WASHINGTOND.C 我們尋求維持平衡的平衡 在台湾的領域 我們仍然負責到我們的一種中國的政策 這裏幫助避免了四十年 我們繼續抗互動的改變 在各方面的姿態上 台湾不是中國的國家 台湾是台灣 台湾是八年來的親民 中路線受到國際社會肯定 台灣能見度大大提升 卻也讓中國無所不用其極 對台灣實施外交打壓 鄭多美回憶細筆民主共和國 於民國105年12月21日 決定終止與我國的外交關係 我國深表遺憾並允以譴責 2016年12月21日 蔡英文就任總統後七個月 聖多美普林西比 宣布跟我國斷交 轉投中國懷抱 接著巴拿馬 多明尼加 布吉納法索 薩爾瓦多 佐隆門群道 吉里巴斯 尼加拉瓜 洪都拉斯 以及諾魯 八年內陸續有十國 因為中國威比利誘 選擇廢棄台灣 讓台灣的邦交國 剩下十二個 甚至諾魯是在賴清德 升選後兩天 2024年1月15日 突襲式斷交 給剛當選的賴清德 下馬威 腦魯共和國政府 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諾魯的這種斷交 它絕對不是偶然的 包括後來的這個 習近平見馬英九 這個時間越接近的時候 中國大陸官方一定會有更多的手段 來釋放出訊息 就是你只要接受了 中國所提出來的原則 包括一個中國原則 或者是九二共識 那我們有很多浪力的部分都好看 中國刻意打壓台灣領主的作為 不曾停歇 雖然斷交牌已經被台灣人看破手腳 在2024總統大選中作用不大 但顯然 中國仍然將挖繳台灣邦交國 當作壓縮台灣國際空間的手段 現在台灣整體在國際上的重要性 是在增加 所以這個邦交國的部分 我覺得對於國人的心理的影響 其實是在降低的 那我覺得北京也會評估 就是那你一定要再繼續這樣子做 也要付出它的代價 就是它必須要花很多錢 然後也會引起美國對於它的關注 所以它也必須要評估 我相信北京也是會去思考 倘若我們今天真的把 我們中華民國的一個半導國 把它給打到各位數 甚至只剩下連個半導國 那是否會讓中華民國這個政治土壇 它會整個台灣的社會 就失去它的一個吸引力 失去它的稅務力 那是否會讓台灣內部 就這樣一個想要更改國號的想法 變成是社會的主流名義呢 那些邦交國當然也不是說不重要 我們當然還是盡力去維繫 那他們當然給我們提供的援助 可能會比較是象徵性的 譬如說是美國 日本 歐洲 澳洲 加拿大這些國家 它是在我們台灣被攻擊的時候 它才能真正提供 對我們台灣實質援助的 過去八年 台灣已經從進逐邦交國的數量 轉為價值同盟外交 積極跟美國 日本 澳洲 歐洲等 民主國家間建立關係 像是定期舉辦GCTF 全球合作訓練架構 拓展跟理念相近國家的合作空間 建構集體克阻力 賴清德在競選期間 提出的和平保台四大支柱 也是延續蔡英文路線 包括建立台灣威哲利 經濟安全及國家安全 與全世界民主國家建立夥伴關係 保持穩定而有原則的兩岸關係 堅持國家主權 維持現狀 不挑釁 不冒進 我勞進行為 穩定和主義的國際主義 已經沒有更強勇 我會穩定 去支持國際主義的國際主義的國際主義 來清德 不只邀曾擔任駐美代表 深獲美方信任的蕭美琴出任副總統 國安團隊也幾乎是蔡英文執政時的老面孔 國安會秘書長由前外交部長吳釗燮轉任 國防部長顧力雄是前國安會秘書長 國安局長蔡英燕留任 外交部長則是前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 用具體人事安排 宣示未來四年將延續蔡英文路線 目前國際的情勢地緣政治變化非常嚴峻 區域的霸權崛起 未來我將率領這一支國安敬禮 以和平為燈塔 民主為紫蘭針 在蔡英文總統的四大堅持之上 落實我所提出的民主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這樣的路線基本上就是讓我們台灣堅定的跟民主自由國家 陣營站在一起 我們也呈現明白的讓國際的社會了解 我們台灣才是穩定整個區域和平穩定的重要的力量 我們並不會說去採取一些太過於冒進 太過於讓人家有藉口可以進行討興的一些政策動作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八年時間 中國對我們一連串的一些軍事政策的壓力 我們台灣其實都表現相當的沈穩 這其實讓全世界應該了解 是中國才是目前區域的一個麻煩製造者 在外交部來講的話 那這比較明顯就是說 現在這個部長 他和過去傳統外交官出身 或者從智庫出身的人 稍微不一樣的地方 是他會非常重視 包括經貿戰略科技等等這方面的議題 通通把它給怎樣把它給整合進來 那變成台灣對外外交關係很重要的 這個處理的戰略支撐 乃清德的外交人士策略都以穩定區域情勢 加深民主同盟連結為主軸 因為中國勢必在他就職後 持續以軍事威嚇外交打壓手段 對新政府施加壓力 就是北京希望的 他當然是希望說讓這個台海情況惡化 導致於說台灣民眾發覺到說 哇原來選擇是不好的結果 藉由這種操作這種所謂的 雙邊之間關係不好 來去迫使某一個國家的內部啊 產生分裂 所以你看到最近這段時間 美國怎麼樣有這些國院的人 還有包括一些這個相關的人 到中國大陸的互訪 其實都是希望能夠降低在520之前 各種可能的風險操作 我覺得我們在旁邊的訪問是 如果習近平和中國共和共和黨 曾經做到一個很誠實的決定 去挑戰台灣的逃亡 那這個努力會失敗 所以請就請知道 你從一旁看見到 總統一位總統的領域 美國和台灣 可以在特定上能夠 是永遠的 對香港公共和共和共和黨的友好 奈清德從當選到就職 四個月內 美國跨黨派眾議員 至少九位到訪台灣 展現平台的力道 面對不容樂觀的外交情勢 内总统得带领台湾 稳健向前